你好,欢迎来到AI学长的频道,我是小林 今天这期视频呢,我来教大家一个怎么样利用ChalletGPT 去快速完成制作PPT的一个方案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在生活当中 或者在工作当中都需要用到PPT 我们要去从头开始制作一个PPT 也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一件事情 不管是我们去套用网上那些模板也好 或者我们去想内容也好 它都是一件非常消耗时间跟精力的事情 所以呢,我就在想,我们怎么样用ChalletGPT 来提高我们做这个PPT的效率 把做PPT这件事情的门槛降得很低很低 把它变得很简单很简单 那今天这期视频,我就来介绍一下这个方案 可能我们只需要两到三分钟 就能完成一个PPT的制作 这个也是ChalletGPT的一个有效应用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演示一下 今天这个方案里面还牵扯到一个工具 就是这个闪击PPT 我们利用ChalletGPT结合这个闪击PPT 来快速完成一个PPT的制作 那接下来我来讲一下它是怎么完成的 我们先来到这个闪击PPT的官网 来讲一下它是怎么样去实现的 我现在是进到这个官网 那首次进来的话 你是需要进行一个注册 我们点击这个新建PPT 好,我们来到了这个新建PPT的页面 首先右侧的话它会有很多模板 那今天我们用到的其实就是这个闪击PPT 里面的这个文本转PPT的这个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要求 ChalletGPT按照这个闪击PPT 它能接受的这个格式跟文本内容 帮我们生成这个格式的文本内容 然后我们把ChalletGPT里面的内容 复制到这个闪击PPT里面 那通过闪击PPT的这个文本转PPT 帮我们一键输出我们所想要的一个PPT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方案的一个原理 好,那接下来我来演示一下 好,我们来新建一个ChalletGPT的对话窗口 然后在这个对话窗口里面发送我的指令 我要求它帮我生成一个 如何注册ChalletGPT的PPT 然后我的要求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这个PPT的内容是要用中文 第二点是这个PPT里面要包含三种形式 第一个是有具备封面 有目录,有列表 那第三个是这个目录页 下面要列出这个内容的大纲是什么 也就是目录是什么 那第四点是根据这个内容大纲 目录要生成对应的一个PPT列表页 并且每一个列表页要使用这个格式开头 等于号列表等于号 作为这个页面的开头 因为这个是闪GPT 它能识别作为列表页一个开头的格式 所以我们要求ChalletGPT 帮我们生成这样的一个格式内容 那第五点是针对封面的要求 首先是封面,主标题,副标题,演讲人的姓名 那第六点是关于这个目录页的要求 比如说是目录页,它的一个开头 目录页,然后目录页的内容 里面有哪些内容 第一点内容,第二点内容 有哪些目录 那第七点是关于这个列表页的格式 首先是这个列表页的一个开头 然后这个页面的一个主标题 里面有哪些要点 然后这个要点的描述是什么样的 那第八点的话 我们是要求列表页里面的要点描述的内容 是要针对这个要点进行一个详细的描述 也就是这个PPT里面的一个实际内容 并且我们对这个字数也做了一个要求 我们要求它是10个字以上 50个字以内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PPT 我们要考虑到观众的一个观感 所以这个字数不能特别多 我们做了一个50字以内的要求 那这个第九点比较重要 我们是要求它用这个代码块的形式 回复这个PPT的内容 因为我用这个代码块生成的内容 待会我们可以直接复制 就比较方便 好 那这个就是我要求确论GPT 去生成这个PPT的一个prompt 接下来我们让它来完成这个任务 点发送 好 那我们看到它这个内容已经生成了 按照我的要求 我们来看一下内容 首先是封面 如何注册确论GPT 这个是副标题 然后这个演讲人是AI学长 然后接下来是目录 有四个目录 注册前的准备 注册流程 那第三点是关于如何使用确论GPT 第四点是注意事项 好 那接下来是列表页 对应第一个目录 注册前的准备 里面有几个要点 一二三四 那第二个列表页 是这个注册的一个流程详解 分别对应了也是四个要点 一二三四 那这个是第三个对应的目录列表页 如何使用确论GPT 一二三四 里面的一些详情 那第四的话是注意事项 它写了两点 一二 好 那这个内容已经完成了 我们只要复制这个代码 点击这个copycode 然后我们回到闪GPT 把它粘贴到这个输入框里面去 粘贴完成以后 我们点击这个文本 转BBT 点确认 OK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右侧已经帮我们把这个PPT生成了 我们先来演示一下 如何注册PPT 这个是副标题 演讲的是AI学长 然后第二个是目录页 注册前的准备 注册的详细流程 第三个是如何使用PPT 第四个是注意事项 接着往下 第三页 首先是注册前的准备 也就是列表页 第一个列表页 了解确论GPT 准备好注册需要的材料 确保设备和网络通畅 然后阅读注册协议和隐私 来到第二个列表页 然后这个是注册流程的一个详解 要打开官网 选择注册方式 填写注册信息 完成注册 接着往下看一下 然后它还教我们 怎么样去使用确论GPT 首先是要登录确论GPT账户 表解它的使用场景 用确论GPT进行聊天对话 就是可以的 那最后一个页面 是使用确论GPT的一些注意事项 好 那就可以看到 我们利用确论GPT 结合这个闪GPT 几乎是在两分钟不到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样一个PPT的制作 那这个是一个初稿 我们再回到闪GPT 如果你觉得这里面的一些配图 或者说一些风格 它不是很符合你的想法 你这边可以直接进行修改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风格不是很好 那我可以点击这个 每一个页面上的 有一个风格切换按钮 我点击这个切换风格 它是可以给我进行一个风格的切换 好 比如说我现在喜欢这个风格 然后呢 里面这个配图 我不是很满意 那这边呢 我也可以进行一个配图的更换 比如说我们回到这个图片库 这个是关于确论GPT相关的 我需要配一张跟确论GPT 或者AI相关的图片 那我这边去搜索确论GPT OK 它就出来了一些 可能跟确论GPT相关的一些配图 比如说我觉得这张图片不错 那我就点击使用 OK 它就帮我把这张图片加载进去了 我也可以进行风格切换 都是OK的 那下面也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更换风格 更换配图 或者说直接在这边 这个内容卡片里面 去编辑相应页面的内容 都是可以的 它有各种风格去供我们选择 然后它会帮我们自动布局 所以其实基本上能满足 我们去做PPT的一个要求 那制作完成以后 如果你觉得这个页面的布局 内容 格式 都没有问题 那你就直接点击这个导出 就可以快速完成 这个PPT的一个制作 那其实今天我分享的是 怎么样利用确论GPT 然后结合这个工具 快速完成PPT制作的一个方案 跟思路 你利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快速去完成 你想制作的PPT 甚至说几乎可以 不用你动太多的脑筋 或者说用这个方案 你就可以完成一个PPT的初稿 然后根据这个初稿 你再进行一些内容的填充 跟丰富 论色修改 那是能大大填上 你做PPT的一个工作量的 确实也是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简单 好 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些视频 如果今天这些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请点赞及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 请不吝点赞及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及订阅我的频道